专注的眼神凝视着前方 一见到飞把射出 果决的扣下板击 击中目标 为了迎接两周之后 就要开战的印尼亚运 中华射击队把握最后的备战时间 紧锣密鼓地进行训练 希望能够将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 为中华队设下好成绩 对这次的亚运我们也是很有信心 大家都 目前自己队都是很 大家状况都还不错 虽然还是一定是有一定的压力 当然是亚运会当中 可是当然我们会 自己就会比较调整心态 去该准备的准备好了 然后当我们状况都OK 可以发挥到自己的水准的时候 也要拿到奖牌 应该也是有机会的 回顾过去四届亚运 中华射击队在其中三届 都有夺牌记录 2002年釜山亚运的 一金一银二同 更是射击队自1966年的 曼谷亚运之后 再次有金牌进账 而今年亚运射击队的名单 在七枪的部分 由两届奥运经验的余艾文 跟三度征战亚运的田佳真 将会出赛10公尺空气手枪 而同时间像25公尺手枪的田佳真 也会跟自己四年前 在仁川一同夺下女团银牌的队友吴嘉颖 共同出战这个项目 至于在今年的射击世界杯 分别拿下金牌和铜牌的两位射击星星 林颖星和吕绍权 将会携手出战10公尺空气步枪 其中林颖星则是跟陈云云一样 是首度选上亚运国首 而飞把方面 曾在2006年杜哈亚运 拿下铜牌的射击女将林怡君 今年将第六度出征亚运 除了参赛个人项目 她也会搭档去年全运会 射凭亚洲记录的19岁小将杨坤碧 一同出战不定向飞把的混双赛 这对老少佩也被外界视为国牌热门 另外参加定向飞把的蔡一轩 也是第三度出征亚运的老江湖 而主战双不定向飞把的庄翰林 则是和刘婉宇一样 都是首度入选亚运 至于李孟远 以及现年32岁的施荣洪 都是二度出征 其中施荣洪谈到第二次出征亚运的心情 虽然还是有点压力 但他有属于自己的输牙方式 第一次参加亚运的时候很兴奋 然后觉得又期待又紧张的 然后这是第二次参加 比他们那么紧张 可是我们还是很谨慎地在准备备战当中 训练以外还会说 做一些放松的 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兴趣 我的休闲娱乐是钓鱼 因为我很喜欢钓鱼 我会去看海 从基隆到南台湾都有 北台湾基隆 南台湾到墾丁 为了迎战印尼亚运 这是中华射击队 有六朝元老的经验传承 搭配中声代的稳定发挥 加上展露头角的新声代好手 老中青三代联手初级 表现如何令人期待 YTV新闻台榜报导